靜悄悄 女行士騎得好急 原來前一刻她在床上領錢 卻忘了拿回一碟鈔票 十分鐘後想起來 要回去拿已經太遲了 一步的距離 她就在我身後就把錢抽走 我是要去繳房租 所以她其實是不小的金額 我當下也是蠻慌張 因為當下又回網拍的訊息 所以那時候手忙腳亂 就一直忘記了 手懷久之她 有一萬多人追蹤的徐姓女網紅 橫跨美妝服飾健身 最近還發展國外食品進口 14號晚間11點多 在新北市永和這間超商 提領一萬六千元 要去繳房租 沒想到低頭看了手機 轉身整領包包 現金被後方一名男子盯上 女子在超商領先 只有記得把她的提款卡拿走 但是卻沒有把她現金領走 沒想到一個轉身 竟然被後面的人給拿走 打開簡訊 收到銀行通知 告訴當事人 經調閱影像顯示 提款被人取走 被黑人立刻找店長幫忙 並到派出所報案 警方隔天找到涉案人 是一名住在附近 從事出版業的四十二歲 王姓男子 他探身犯案 只是他恐怕沒想到這麼快 就被警察找上門 依侵占罪寒送 嫌犯得手沒急著跑 悠哉繳罰單 結果曝光自己的身份 被警方找到 女網紅這回坦誠疏失 好在迅速報案 這16000元兩天內 失而復得 也結束這場液晶魂 TV長沐玉姐 下面就到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